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个分数的含义啊 分数的加减法啊 什么还有方程啊都讲了 是吧 最后呢咱们说说用语题啊 其实用语题也不算难 只不过是需要列个式而已 接下来几道用语题呢 我需要同学们说清楚 这里边出现的分数 到底是分量还是分率 能区分跟分量分率吗 比如说我们这道题 从县城到市区先骑自行车 再坐汽车 骑自行车需要六分之五小时 那么坐汽车比骑自行车少用五分之一小时 从县城到市区一共需要多少分钟 那么这里边出现的分数是 分量呢还是分率呢 哎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分量啊 那怎么去看分量还是分率啊 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是啊 分量是可以有单位 而对于分率而言 它是指占总量的几分之几 对吧 这是占总量的 多少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单位的 嗯 这个把它区分开啊 好 那么这道题 总共的时间 六分之五是自行车 汽车比自行车少用五分之一 所以汽车是 是这个啊 那么合在一起的时间 对了的 那么这个算出来的话应该是六分之 十减去五分之一 六分之十减去五分之一的话 好像得通分了 嗯 咱们直接通用六十吧 因为一会儿要算分钟 六十分之 一百减去六十分之 十二倍 对吧 六十分之 嗯 八十八 是吧 小时 他问的是分钟 所以呢 我们把它转换成 六十分之八十八 换成分钟 就是乘以六十 是吧 乘以六十的话 通过约分 那说明就是啊 八十八分钟 你可以先来答 共用八十八分钟 这个 对吧 嗯 好 开始第六题啊 我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啊 下一个 朋友们看什么吧 这几个小算式是很容易啊 算出来了 那那我问一下 这道题目里面出现的分数 是分率呢 还是分量呢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做 分率了 首先它没有单名称 其次 它指的是占总数的多少 那对于总数而言 是看不到一整体 一个单位一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天慢了九分之一 第二天慢了十分之三 所以余下的就应该是 总数减九分之一 减去十分之三 是吧 通分 九十分之十 九十分之 扩大 扩大九倍 二十七 相当于九十分之九十减去 九十分之三十七 所以应该呢 约九十分之 五十三 对吧 不可约分啊 当然就是还剩 九十分之五十三 那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写答了 好吧 好了 这是第七题 咱们再看最后一个 来 第八题 第八题说 某式举行数学竞赛 设一二三等奖若干零 如果获得一二等奖的人数 是总人数的五分之二 获得一三等奖的人数 是总人数的十分之七 那么获得一等奖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七分之几 这里边出现的是分量还是分率啊 你要是记性比较好的话 我们曾经提过 对于人而言是不可能出现 不可能出现分数啊 所以它不可能是个数值 对吧 它只能是分率 好 它是一个分率的话 那单位一是谁啊 总人数 是不是应该是单位一啊 一个整体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一二等奖 合在一起是五分之二 一三等奖 合在一起是十分之七 所以你会发现 一等奖算了两遍啊 对吧 算重了 那五分之二 加上十分之七 应该等于啊 十分之四 加上十分之七 对吧 一等于啊 十分之十一 为什么会比一大呢 就会因为它算重了 所以一等奖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答 一等奖 但总数的 十分之一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了 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呢 咱们今天这节课啊 所有节目我都就讲完了啊 那讲完之后呢 咱们稍微回顾一下 今天讲过的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应该是包含了 两个方面 对吧 一个是分数的基本含义 其实我讲这个分数基本含义 重点就在这啊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分率啊 勋开 那分率和分量 怎么去分到这儿 最普通的一个办法 是不是可以用啊 有没有单位来看 对吧 之所以让你区分开呢 是因为分量 加减分量啊 分率 加减分率啊 你不能说拿一分量 去加了一个分率 这就不对了啊 关于分小互化 分小互化里边 你要注意 分母是小于十的 像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啊 它化成小数的时候 分别对应着谁 希望大家能够熟记 对吧 我们伟大的数学界 明人 贝多芬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小数跟分数的互化 小数跟分数互化 你可以发现 它有的时候是 纯小数 有的时候呢 是循环小数 有的时候呢 是混循环小数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说一个吧 哪些分数可以化成纯小数呢 哪些 二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啊 五分之一啊 二十分之一啊 如果你这个分数的 分母儿啊 你化完简之后啊 必须保证是最简分数啊 化完简之后 这个分母儿 它在拆分的时候 只能拆出 只能拆出因数二和因数五来 那像这种的 它在化成小数的时候 一定是纯小数 明白吧 呃 你比如说 我们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像这个六分之一 我们知道六分之一 是不是应该等于 0.16666666循环 对吧 这不是一个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分母 你在拆分的时候 除了有二 是不是还有三 对吧 这就不符合提议啊 所以你就记住这一点啊 咱们小学啊 科内知识啊 他考虑就考这点了 纯小数 如果它是一个纯小数 分母的因数当中 应该只含有二 或者是五 这两个因数啊 二跟五同时含都有 也可以啊 就不能有别的了 好嘞 带分主 带分主上一节课说过了 是吧 这一节课不算是个重点了啊 呃 可以了 我说的 结束了 算下来就问你个事情了 有讲有练 有提高 光听不练 啥把事 好吧 有讲有练 真把事啊 把练题做就做 嗯 下一个再见 行了 来 跟老师 拜拜 再见啊 拜拜 好好练习哦